晚上,三个犯了错的孩子一起蹲在厨房里烧水,满宝就抱着膝盖坐在一旁思考,他和柯柯求证,他是不是真的做错了? 那我明天和他说对不起吧,你说我给他糖吃,他会不会原谅我? 送礼应该是送对方喜欢的东西,或许你明天可以问问对方。 没事,明天大嫂二嫂就不记得这事了,别伤心。 小姑,你放心,过两天我们找个没人的地方,帮你坐回去。 原来你们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把糖还给我,我不给你们吃了。 大头和二头立即嘎嘭一声,把糖咬碎了。 吐出来,以后再不给你们糖吃了。 小姑,我们知道错了,以后再也不打架了,也不去找那小子算账了。 一共是四十文,算上定金正好,那傅小姐还挺喜欢吃的。 说下次,还和我们买呢? 你能不能问一问庄先生,她的糖都在哪里买的呀,贵吗? 我问过先生了,先生把那个人介绍给我了。 现在我跟她是朋友,放心吧,以后会买很多很多的糖回来给你们的。 嗯,这种糖只有我们有。 下次你再去卖,就和她说,我们要一文钱一颗糖。 会不会卖不出去? 肯定卖得出去。 傅小姐的爹是县令,你看,我们每天这么多人进县城,她就赚了多少了? 我今天出城时,和守城的士兵聊了一会儿。 他们说,县令又要出新规了,以后凡事进城的,不管跨不跨篮子,都要叫一文钱进城费呢。 那我们这样光守进城也是亏的,你们进山找一些漂亮的花吧。 让二哥给你们编小竹篮,再往里头放一颗糖,一个五文一个五文的往外卖,肯定卖得出去的。 满宝,你多买一点糖回来,这十文钱算我和老六出的。 嗯,没问题。 满宝,你上哪儿去了? 再快一点,再高一点。 那么早的天,外头还有雾气呢? 你们逗她大笑,一会儿吸了冷气病了,小心叠揍你们。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,三嫂,你快别骂他们了。 嫂子去给你做早食了,吃过就去学堂吧,把你昨天写的大字带上。